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七岁时遭到天花的侵袭 要知道在当时的清朝 天花这种疾病杀伤力可是不容小觑的 但是被幸运之神眷顾的玄业同学安然无恙 打败了天花大怪 获得了一项新技能 就是能够终身免疫天花病毒 另一方面 由于顺之地生前没有策立太子 于是他在临终前 听从了老外汤若旺的建议 选择了能够终身免疫天花的小玄业 作为继承人 并且赶忙写了封遗诏 策立玄业为皇太子 小玄业万万没有想到 出过斗竟然帮助自己登基即位 玄业即位时只有八岁 上位的第二年正月 就把元昊改成了康熙 就这样 一个没有经过正常培养教育的小屁孩 就开始了自己打怪 而不 治国理政安天下的伟大事业了 那一个八岁的小孩子 不会被那些老油条的大臣们欺负吗 不用担心 玄业守着一位作弊器皇祖母 那就是孝庄 孝庄在背后给他出谋划策 他才能一路开挂 实现平稳过渡 可以说孝庄是康熙成就千古地业 不可缺少的引路人 一路开挂的康熙 都达成了些什么成就呢 首先给他颁发一枚超级战神勋章 这位少年皇帝 十四岁亲政 十六岁就除掉了结党营私 欺凌幼主的大臣敖拜 二十岁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 他亲自征战戈尔丹 把新疆牢牢的守住 他进兵西藏 打败准格尔人 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 他进脚台湾 在澎湖基站 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 他在东北收复 雅克萨和沙俄签订 尼布楚条约 确定了黑龙江在内的广大地区 都是中国的领土 巩固了东北边疆 经过八年奋战 一举平定了战乱 维护了统一 今天中国的这一大块版图 基本上就是康熙时期确定的 然后再给他颁发一枚超级学霸勋章 康熙不光有雄才大略 而且勤奋好学 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外 还会包括希腊语在内的好几门外语 他除了精通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这些基本技能之外 还掌握了中国历代 数百位皇帝都没能掌握的技能 比如他精通数学 他会每天抽两小时研究数学 并且首创了 圆 刺 根等方程术语的汉语名 仅仅会数学 当然满足不了这位超级学霸 那他还会什么呢 填文学 地理学 动物学 解剖学 化学 药学 音乐 哲学 社会科学和外语 另外他还在中南海培育出了杂交道种 这么没天理的超级学霸皇帝 史上罕见 治国四颗星 文化四颗星 武艺五颗星 好命三颗星 综合评分四颗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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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